这部剧被誉为每剧犯罪题材类的巅峰之作 当它的第一个悬念一旦走进了你的大脑之后 你就会再也忍不住的说出 这就是由克里斯蒂安·贝尔饰演的高质量犯罪爽剧 《一犯追踪》 开播以来长达5G 积极评分都在逆天的9.4分以上 而更神奇的是 它仿佛是有着如同预言般的魔力 而剧里面所演出过的情节 都一一在现实中找到了完美的吻合 似乎比现实世界还要快上两年 但如果你还不知道克里斯蒂安·贝尔是谁 那你一定看过他演的《蝙蝠侠之黑暗骑士》 故事开始于纽约地铁上坐着的一个乞丐 看起来落魄 但你最好别惹他 可偏偏有人不信邪 几个标情大汉走进车厢 一进来就开始惹事 即便那伙人也有枪 但自知惹不起这个人 便转头走了 于是这帮人又开始骚扰独身的乞丐 而就在这时 一跳舞正式开始 而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大数据监视着 这个伸手不凡的乞丐 也引起了卡特警官的注意 他猜测对方和自己一样当过兵 而且很可能是特种部队的王牌 可经过一番试探 乞丐始终不肯透露自己的身份 卡特被小心拿走了 他刚刚喝过水的杯子 进行指纹比对 这个乞丐竟然出现在多个犯罪现场 而且被四个国家进行通缉 但卡特还没来得及对他进行审问 乞丐就被一个叫芬奇的神秘有钱人带走了 这个叫芬奇的男人 似乎知道很多关于李舍的事 包括他为政府工作 退伍军人 钟情特工等等身份 还了如执掌的说道 大家都以为你死了 而你却在过去的两个月里 因为失去了自爱 而终日酗酒 颓废不堪 缺少一个活下去的目标 于是芬奇邀请李舍 和他一起去拯救那些即将被谋杀的人 他说这座城市里 每16个小时 就会有一个人死去 而他手里有一份特殊的名单 名单上的人一定会被牵扯犯罪 可这些人是被害者还是凶手 他却不得而知 因为大部分人都只是普通人 比如他这个叫汉森的女人 他就是本周名单上的第一位 至于他将会被卷入什么样的事件中 又会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就需要像李舍这样的人去跟踪调查 才会知晓 可李舍根本不想参与其中 转身打倒挡在面前的两个保镖 潇洒的离开了 但李舍的画像已经被全程通缉 他刮去胡子变身帅气大叔 可帅气的外表 没能抵挡住酒精的诱惑 他又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 然而就在他被一阵电话声吵醒 又是昨天那个神秘人 他想让李舍体会一下 明知道有人被杀 有无能为力的感觉 原来这是一盘三年前的录音 丈夫为了保险金 就是在这个房间里 杀害了他的妻子 原来芬奇不是政府的人 而是所谓的第三房 那些话也深深刺痛了李舍 但芬奇说的又聚聚在里 如果有人预知悲剧的发生 那李舍的女友也不会死于非命 随后又拿出汉森的照片说 给你一个及时赶到的机会 于是两人来到工作地点 是一个废弃的图书馆 整栋楼都已经被芬奇买了下来 还有早就为李舍准备好的多个身份 而墙上密密麻麻的社保号码 就是那份特殊的名单 每一个号码都连接着一起暴力罪行 芬奇已经错过了太多救人的机会 而这次的目标人物汉森 是一名当地的检察官助理 业务能力超强 定罪率全部门最高 也因此得罪了不少的宿敌 所以两人推测 他是受害者而不是凶手 但因为不知道犯罪的具体时间 所以两人现在只能尽可能的 先去了解他 账后在这些东西 全都要通知华 账女文 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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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充電和有訊息 你可以用GPS去調查他們 你可以用麥克風聽到他們的談論 他們在電話上或是不 嗨 媽 對不起 我還沒叫你 第三步 你需要拍照 有電腦鏡頭 你可以從任何地方留意 我知道你會擔心 我知道 我沒事 這是一個困難的工作 但我可以留下自己 你知道嗎? 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 李瑟把範圍縮小到了兩個人 第一個是他的合作律師泰勒 去年他們交往過幾個月 後來漢森提出分手 泰勒卻死寒爛打 而且泰勒的事業一直停滯不前 離過婚的他 還要負責兒子的賛養費 壓力三大 他很可能因為戀愛矛盾 起了殺心 第二個嫌疑人是波普 他是漢森正在起訴的對象 涉嫌在毒品交易中 殺害了自己五個朋友 還偷走了50萬現金 現處於庭審階段 可與此同時 芬奇卻發現 漢森竟然繞過波普的律師 直接單獨去監獄 見了波普 而隨後趕到的李瑟 通過監聽聽到 漢森知道波普 並不是殺人的真凶 而當時波普的弟弟麦克 似乎看到了真相 漢森希望能找到麦克了解真相 但波普為了保護弟弟拒絕配合 並警告漢森 對方實力龐大 勸他最好別多管閒事 看來要傷害漢森的人 很可能就是陷害波普的那幫人 而現在只有波普的弟弟 才知道他們是誰 但考慮到要保護漢森 不能赤手空拳 於是他想起了 地鐵上被他痛扁的小子 不停 欸Anton 很重 又見到你又 那是重點力的 好… 很重 你們要帶你們 有安全説嗎? 想像你 這是 你買那件子 下一個 你無法攻擊 後來 你進去 武器拿到了 但此时波波的弟弟 却已经落入了敌人的手中 于是李瑟根据分歧翻来的坐标 提前来到了敌人 即将到达的路口 请不吝点赞订阅